苗栗昆宇掩埋場爭議將持多年 業者也企圖闖關市運轉 凌晨還派出了400名的黑衣人 衝破自救會的阻擋 雙方再度爆發流血衝突 還造成食人受傷送醫 其中前來抗爭的 有前苗栗縣長劉正宏 苗栗縣議員曾文學 這回也被辣椒水波及 痛逼說是暴民也不能被這樣對待 不料對峙的場面 出現戲劇性的轉折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在上午宣判 昆魚申請掩埋場計劃敗訴 苗栗縣府也立即終止 昆魚視日轉的時刻 凌晨3點多 昆魚掩埋場 爆發激烈流血衝突 場區怪獸大動作 企圖翻開擋在門口的柵欄 昆魚公司派出400名黑衣人 夜襲掩埋場 企圖衝破自救會的阻擋 現場椅子滿天飛 石塊複雜 黑衣人還拿出辣椒水攻擊 被噴的民眾不斷哀嚎 猛用水沖洗眼睛 快300名幾例持盾牌介入 隔開雙方推起過程中 有民眾被攻擊 頭破血流 一共造成10人受傷送醫 連來抗爭的前苗栗縣長 劉振宏也掛菜 企圖闖關的昆魚廢棄物車隊 停在台一線被發現是違法行動 在早上8點也被勒令離開 目前有核損的地棒是在造橋巷 今天警方在現場發生結果 是沒有合格地棒的這個過放彈 那所以我們沒有同意進場 就在雙方對峙的僵局中 上午情勢突然出現大逆轉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上午判決 昆魚申請也埋場的計劃敗訴 理由是他們規避環評面積 而苗栗縣政府也在判決出來後 立即終止試運轉許可 這場宣談多年的抗爭 渴望就此落幕 記者張新潔苗栗報導 天氣真的好熱好熱 不少民眾都喜歡吃冰消暑 基隆協和電廠的 吉亞冰超佛心紅板價格 一支清冰只賣7塊錢 最貴的芒果口味也30元有找 很多民眾一大早就前來搶購 甚至有人一次就買了100支冰 拿出一包包的冰包 放進箱子裡 滿到蓋子蓋不住 一旁更有許多民眾 拿著大袋子快步前來 全部都是為了這吉亞冰 一次都買很多 100支就買了 超佛心的價格 不說您可能不知道 在這裡最便宜的清冰 一支只要7塊錢 而最貴的芒果口味 也是30元有找 全部都是銅板價 外面都很貴的 所以它的價錢算是低 土豆的啦 白箱口的啦 芙蓮的 好吃 好吃 大批民眾前來搶購 不到中午就有好幾種口味 被秒殺受空 基隆協和電廠 夏季限定的吉亞冰 原本只有五種口味 而今年增加了七種新口味 用料可一點都不馬虎 都維持相同價格 我們今年還做個清兵 以前沒有清兵 清兵呢 七塊錢而已 七塊錢 七塊錢而已 這個全國最低價 天氣炎熱 想課兵棒不怕傷荷包 佛心價格也成了民眾 透新涼的小確信 接著太智恆這種動作 為了推動新智校照 同時進行後備部隊手槍換裝計劃 國防部向軍備局 採購了580支T75K3手槍 預計年底可以完成首批的接裝 一共194支 這款手槍的特色是輕量化設計 方便攜帶 也採用戰術滑軌 讓配備選擇更加多元 另外 同廠生產的T108G級槍 可以強化單兵的增收以及通信能力 來滿足不同需求 碰碰碰 槍聲響起 瞄準靶心扣下板機 精準即發 T75K3手槍 是軍備局205場最新生產製造 9公里口徑 彈匣15發 有效射程50公尺 比上一代T75K1還要輕量化 含空彈匣只有800公克重 搭載戰術滑軌 讓配備選擇更多元 步槍這個在戰場上 是對士兵來講 是他最堅實的戰友 那所以有一句名言 就是說這個槍是軍人的第二的生命 現在205場 我們開始也有在開發下一代的槍支 那目前我們規劃的大概的方向 是提高它的精準度耐久 還有這個配件的扣充性 那同時導入了人影工程的設計 配合新制校照 後備指揮部 採購580把T75K3手槍 進行換裝計畫 預計今年底 首波膠裝194把 同場生產的T108狙擊槍 也一同亮相 陸續撥補給部隊使用 配合國軍作戰需求 軍備局持續使用最新科技 搭配產權能量 持續生產有國際水準的優秀武器 記者林靖傑 夏日上在高雄的採訪報導 台北市長柯文哲 20號直播中狂轟 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他說要支持者先把高端吞下去 所阻擋BNT進口實在是無法言諒 那今天21號陳時中是幽默反擊 說疫苗是用打的不是用吞的 還說要擋BNT其實另有其人 上午陳時中也前往保安宮參拜 前一天在萬華城抗的民眾也再度出現 讓維安警力高度警戒 但這次這位民眾是來向陳時中道歉 才有陳時中出來面對 事隔一天男子依舊情緒激動 但卻是鞠躬鬥竊 態度大轉彎 在萬華抗議被警方駕走 隔天陳時中又來拜廟 維安全程高度警戒 一個地方的一個維安 那就是說他覺得情勢上面 需要這樣做 那我事實上事前我也不了解 前一天從廟方手中收下 以民為先自化就冷眼看待一切發生 讓對手猛批很諷刺 嘴巴上講以民為先 但是就是把民眾拖到旁邊 責任來我就扛 但責任還沒來 民眾就被扛走 但四插貓起一體民眾疑似是 蔣萬安跟柯文哲的支持者本人則否認 倒是前一晚柯P上直播專訪 完全衝著陳時中而來 直敗表明不會支持陳時中 因為高端真的是來亂的 還有一開始BNT疫苗進口頻頻受阻 都讓他難以釋懷 展現高EQ幽默回應 只是陳時中參選來 嫌少跟蔣萬安黃申申職求對決 似乎真的把柯文哲當成第四位參選人 現在兩位並沒有提出太多的一些見解 倒是柯市長他的見解蠻多的 一番話酸度破表 柯P本來想幫自家人拉票 卻又強勁版面 這台北綜合報導